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城市生活报 CLN的城市好生活 我是陈欣 今天呢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 非常特别的来宾我们的生活达人 郑继凯郑理事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理事长你好 嗨 陈欣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接续上一集 我们有谈到有关于这个 远红外线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 大家观众朋友应该如果有接触这个人 都会知道 其实在坊间有非常多远红外线的产品 不管是有插电的 没插电的 或是直路在衣服啊什么 各方面都有 那到我想来问一下 我们的理事长啊 你对于远红外线这么的 详细这么的清楚 是不是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让他们多认识一下 远红外线这要怎么样挑选这个产品 他才是比较好对身体也比较好的 OK 那陈欣谢谢你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很多人拿远红外线 然后来做身体的一个维护保健 是 对 可是我发现坊间有很多的远红外线 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是不及格的 不及格的 对 那远红外线基本上 你要放在身上做维护 最重要你要先从安全来做着手 是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像一些的电热 嗯嗯嗯 电热的东西 他们一般都是用电线 对 所以电线放在身上 你只是在冬天是一种取暖 可是你在夏天怎么办呢 好热啊 这个热很受不了 嗯 就好比我上次讲的 这个热就像泡澡的热 嗯 泡不过20分钟 冻不掉啊 对 包括晒太阳 你晒不过差不多半个小时 在夏天嘛 是 所以它会变成季节性的一个电热商品 嗯 但远红外线就不会了 远红外线它是一年365天都可以使用 所以它是可以控温啊 对 第一个 你选择的波长很重要 波长 所以远红外线一定要有波长 比如人体是九维米的波长 是 那我们上次谈了说 远红外线要采用共振吸收 对 所以你的波长一定要在九维米的正负物 哦 也就是说4到14 就是它的上下就对了 4到14波长 嗯 你要先界定出来 是 那第二个说 你选择远外线的波长有的时候 那你应该要去看一下 是哪一个单位来帮你做 这样的一个工程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测试的吗 它一定要测试 这个远红外线的很多产生出来的产品 它是可以测试这个波长 一定要测试 哦 因为你测试以后你才知道这个单位 给你的波长是否有公信力 对 有公信力 对 那第三个 你要有这个波长 你最重要你的材料 对 对 你的材料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 你才有这种波长 对 所以制裁 是我们所有在我们的一个作为远红外线的一个商品上 是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我觉得 就好像我们一个餐厅 你在怎么厉害 巧妇 能为五米之粹 是的 对 所以这个材料非常重要 哦 那第四个就是说 我们都误会了 以为远红外线 只要买到远红外线 就是对身体有效果 是啊 对不对 我上次还有朋友 我这样分享一下 他拿一个带子给我 一个像腰带的东西 然后他就告诉我 这里有远红外线的那个磁石 然后那个都不用怎么插电什么东西 他说你只要带的就有用 那说真的 我还真的觉得没什么感觉 所以我就想说 那也是远红外线吗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仿心很多 你要如何选择好的 因为不容易 对我们来讲 远红外线对人体有正面的功能 这个是不需要去说明 因为三方认证嘛 学生界医界还有物理界都认证的 那远红外线基本上 你要释放这个波长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温度 足够的温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 那这个温度是要有几度 一定要40度 所以我们人体 你不会到40度 40度就发烧了 人体的气氛 再怎么高大概37度 对啊 红温嘛 对 那他如何制造4到14波长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 是 有争议的 所以我们选择远红外线 一定要有4点 这对我来讲的话 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第一个 你的波长在哪里 你检测的 检测的工序单位 是哪个单位 第三你的材料呢 你的材料 比如说你如果说用一般的电线 或者你的发热面积都不够 很多人他是用电片的 发热片的 那这个热源面积都不够 那不够的话 他只是一种 对身体 只是一个局部的 热热的而已 他也没有能够发挥 这个真正远红外线的一个效用 当然 对 那第四个一定要起温40度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用外线 除了这4点 你一定要记得 你要买插电式的 插电式 所以要插电式的才有效 所以我难怪我上次 就是手很痛 他说你就围一下 所以我发现我还是痛啊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一般 普罗大众 对远外线的认知有 但是对他的了解 还是嫌不够 太浅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节目 让观众朋友更认识啊 这个就是重要性 也是媒体的重要性 不要让人家懵懵懂懂 大家去选 其实 你认为好的产品 其实他对你并没有好 因为有的人 他其实他有这些养生啊 或是他想要保健 这些观念 我觉得在现在普罗大众 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 就是要养生照顾自己都有 可是 选择东西 能不能选择好 这是一个大学问 没错 因为你花钱 不要说不在刀口上 对啊 对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 那个理事长还有什么 要特别跟我们 对于这个远红外线的 产品的选择 还要再跟我 我所讲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老化的社会结构 是 那每一个人 身体都有不等同的酸痛 酸痛 其实酸痛是不分男女 也不分男女 也不分男女老幼 也不分季节 也不分季节 随时都会来找你 有些人说他酸痛在夏天就比较不会 错啦 夏天的冷气是很可怕的 对对对 那也不分区域啊 有些人说我在南部比较热 可是南部那是流汗啊 流汗过你躲到那个怎么样 冷气房 冷气房 你又造成了水湿 台湾又是海岛 那最恐怖的就是很热躲到冷气房 那个身体的承受度其实是不OK的 是 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健康有出状况 其实通常都是身体的老化 那老化来自于这个身体的水湿 就是湿气过重 这会造成他很多的酸痛 那所以利用好的永恒外线来做身体的调理 其实是当务之急 很重要 那我刚刚有听到湿气 永恒外线可以排湿啊 那当然 因为他利用永恒外线的热能 进入到我们体内 产生共振渗透吸收了以后 我们会把温度带到身体里面 人体大概只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温度 一个是水嘛 对 所以你温度进去啊 水就排出来 那因为我们身体70%到80%都是水 所以你喝水 专家跟你讲说你一天要喝两个 喝两千以上 但你没有排啊 对 你没有排你怎么喝 是 所以一些老人家都不 不喝水 我爱喝水啦 对 喝就喝一点点啊 你逼他喝 他喝个几口 有有有 我有喝了 所以 根据美国 他们医学的一个报导 是 一个人每天一定要排 就是出汗 不是流汗 要排汗排350cc的水 啊 就排汗 那我运动的时候我要把他身体 看我有到350cc 陈欣你可以用一个做法 是 就是你运动一定有穿一个T恤也好 或者衣服 对 那你如果证明你350cc 就把你的衣服脱下来转圈 水滴下来就350cc了 哦 衣服的水有转下有滴下来 我跟你讲那我肯定有 因为我很会流汗 我只要一运动 就马上可以爆汗的那一种 但是呢 讲到这个湿气啊 我就发现我的湿气很重 所以我下回是不是好好来 选择这种远红外线的商品 来帮我的身体除湿 因为其实台湾是 很湿气很重的岛型国家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 除湿这件事情 应该对每个人来讲都很重 像我住的地方就是湿气很重 只要一下游 我一下班回家 我看我除湿气一定是满的 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像现在春天嘛 正进入夏天嘛 那整个太阳照射到所有建筑物里面 那水一定会 水气会从我们的一个水泥墙壁就渗出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干水 干水 那我们房间都在除湿 可是我们几乎都忘了 每一个人身上的水分 是啊 占的比例很重 所以 你凡环境都在除湿 那人怎么除湿 怎么可以不除湿 对 所以就要好好的选择远红外线的商品 如果说你真的是那么有养生保健的人员 我们就是要这样做 OK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理事长带来这么丰富的 远红外线的一个知识 下回我还会再邀请我们的理事长来跟我们谈更深入 有关于远红外线的商品 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请尽的帮我们按下小铃铛啊 订阅啊分享 也可以到我们城市生活报的这个电子的官网 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我们谢谢理事长 谢谢陈欣 谢谢各位观众 是 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